记者王荣祥高雄报道,针对一大世界开发案因故遭禁止开发,一连集团向高市府提出高达258亿元国赔案,高市公务局经强调,关键的超额容积关司部分,市府全胜诉对于一大体国赔,市府愿尊重。 市府进一步表示,一大此举是已提出显无申诉理由的国赔案,意图影响舆论是不足取。 高市公务局强调,对于企业投资高雄向来并持欢迎立场,并愿意协助相关作业,但业者应遵循法令图景,在维护建物公共安全,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前提下,共同创造双赢投资环境。 一连集团一大世界遭高市公务局禁止开发,其中在新报开工部分,因市府认为不符合整体开发计划而不许开工。 一大提告,经最高法院判决胜诉,据此向高市府提出高达258亿元国赔。 公务局说明官司有超融机与新报开工两部分,一大只提新报开工胜诉,却没提超融机部分败诉,经估算起超融机楼地板达34000余平,违规情节重大,除撤销超融机部分使用执照,超融机建造也依法勒令停工,以确保整体建物安全。 此外,一大案的建筑是为依法设计签证不实,以依法受惩戒在案。